一场意外让她的幸福支离破碎 他们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曾经亲其所有 如今为何想要放弃 一场车祸引发的多方灾难 他们又想如何走出这个困局 我就是不理解她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车祸之伤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暖心间 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我们栏目正在策划一档心理援助类的公益节目 如果说您在亲子教育夫妻相处 还有人际交往以及家庭关系等方面 正遭遇着心理困惑和情感困惑 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打不开的心结过不去的坎呢 可以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 经节目组评估之后 我们的专家会上门服务 帮助您走出心理阴影 破解家庭难题 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那么具体的报名方式呢 请您看好了 好的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秋九月又到了开学季 学生们纷纷走入学校迎来自己的新学期 可是来自吉安的一名女孩呢 却在为要不要去读大学的事情而纠结 甚至一度打算放弃 这道理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知道他能活多久 是吧 没有 没有那个治疗啊什么的 就可能今天就没了 然后我就想 我就是可以出去打工 就可以赚一点钱 然后或者在家里照 在医院照顾一下我妈 画面中的这名女孩 名叫刘诗奇 今年19岁 吉安是有心献人 就在不久前 她考上了省内的一所高校 原本这个时候 她应该像其他的大学新生一样 高高兴兴地准备行李 去学校报到 但却因为母亲 而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 我只想到这里头骨 妈妈的颅骨都拿出来了 她拿掉了这个颅骨 拿掉颅骨 她那个人 她把颅骨堵起来 她的头是一道 她应该 现在只能净流水了 现在 她现在就是铺 她这里气息切开了 她就是盖住了那个气息 她就铺啊 就正常的 她在这里切开了 盖住了 她就有好多的声音 没盖住 她就不不得声音了 病床上躺着的这名女子 就是刘士奇的母亲 曾贵莲 一年前的一次意外 给她一起这个家 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9月13号吧 她就那个 吃完放进山谷了 三个年 这样 平坏走 她就那个电动 是从后面撞过来 撞回了十两米 曾贵莲的姐姐 曾玉莲告诉我们 去年9月13号的晚上 妹妹和往常一样 和两个朋友 外出散步 却不料 被一辆 及时的电动车 从身后撞飞 可是 一辆电动车 怎么会带来 这么大的伤害呢 曾玉莲说 当时妹妹的两位朋友 被撞后 摔到路边的泥地上 只是受到 不同程度的轻伤 但曾贵莲的运气 就没那么好了 头部重重地 撞到坚硬的马路上 顿时鲜血直流 昏迷不醒 一共发了 我妹夫邮数 她说是132万 她没听过说 132万就怎么来了 就是 从南 永兴到南 像到上海 当时曾贵莲 被送往医院 紧急抢救 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却一直昏迷不醒 成为了所谓的植物人 这一年来 曾家人带着曾贵莲 辗转国内 数家医院 花费了130多万元 她这个房子 买了58万多吗 没有房子 我们姐妹抽 现在的都是 两双方的姐妹就是抽的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 亲戚所有 曾贵莲也只是 维持住生命体征 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曾贵莲的主治医生说 按照目前的情况 想要完全清醒过来的可能性 不容乐观 可即使是这样 曾家人依然不愿放弃 八点多时末 现在又喂了水 等一下要喂 也是要喂水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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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只剩下一丝希望 曾家人都不愿放弃 继续给曾贵莲治疗 期待奇迹的出现 只是摆在曾家人面前的 除了渺茫的希望 还有高昂的治疗费用 9号 我妹不打电话给我 她说 她说开闹庭 就是说判了126万 前前后后就是 开头 出事那天晚上拉了3万 去拿头拉了2万 2万 2万4 后来就是微信转了个5千 等于总共 那天开庭的时候 她说拉了6万9 好解之后拉了25万 事故发生后 曾家人将肇事者告上了法庭 经过审理 最终法院判处 对方赔偿给曾贵莲的家人 126万元 可是对方在支付了37万余元之后 并表示无力承担了 与此同时更让曾下人没想到的是 曾贵莲丈夫的态度 也开始变得消极了起来 对方赔钱 拿不到他的钱 法院断了 他也没钱 没钱我现在没办法呀 他老公支也支了 房子也卖了 他也没钱了 他现在就要 一直就是 我要我们 要我这个老爸支 要我们支 之前的那笔37万余元的赔款 在昂贵的治疗面前 很快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时候 曾贵莲的丈夫决定不治了 那天我们跟他说 他就说我无能为力 他跟那个政府们也说 无能为力 所以他有种说法 就说无能为力之后该怎么办 是吧 不治了还接回去 那他就说无能为力 他就说我要弄回去 接回去 放在家里面 自成自面 什么意思 是 现在我们 我们就是 一直就是说 你就到这里治 曾贵莲的姐姐曾玉莲告诉我们 也许是觉得看不到希望了 同时也注意对孩子的学费考虑 妹夫打算放弃妻子的治疗 并多次来医院 想将曾贵莲带回家中 如果是接回家 可能有些 有些病发症 他就处理不了了 嗯 然后说 因为 他在家里治疗之后的时间 可能很多情况啊 就是肺部感染加重了 还有那些入床啊 尿路感染了 都有 如果他接回去 这病发症的大作法 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呢 那就 那就人都救不了 考虑到脱离医院回家后 可能会有较大的危险 因此曾家人拒绝了 曾贵莲丈夫的要求 不过曾家人 虽然想继续治疗曾贵莲 但更多的 还是有心无力 毕竟长期高额的费用 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如果回家的话 我爸就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 但照顾我妈方面 肯定是没医院好 他可能会就是 恢复的情况 肯定没有在家 对 然后可能我妈也在家 就过不了几年了 我也理解他 你也可以预想到 结果是怎么样的 对 我理解我爸 但是我还是想 叫他治一下我妈 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姨妈他们 因为母亲的治疗费用 产生巨大的分歧 当每一方刘世奇都不忍心 于是他决定放弃读大学 因为如果我妈回家的话 我不知道她能活多久 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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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治疗啊什么的 就可能 今天就没了 然后我就想 我就是 可以出去打工 就可以赚一点钱 然后或者在家 在医院照顾一下我妈 曾玉莲告诉我们 自己的这个外甥女 刘诗奇 是一个非常勤奋 懂事的孩子 过去的这一年呢 她不仅要应对高考前紧张的学习压力 还时常从永兴老家呢 赶到吉安县中医院来照顾母亲 十年寒窗苦读 好不容易金榜提名 即将进入大学 开始自己崭新人生的时候呢 却因为家庭的变故 而让她的梦想戛然而止了吗 刘诗奇 真的只剩下放弃学业这一个选择吗 是什么原因让她难以释怀 可能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又是什么原因让她纠结痛苦 难以坚持 一年前刘诗奇的母亲曾桂莲 因为一场车祸导致头部受重创 至今仍未清醒 同时因为治疗花费了一百多万 家里边债台高筑 连房子都卖了 可面对接下来遥遥无期的康复治疗 这一些钱远远不够 于是刘诗奇的父亲打算放弃 但是曾桂莲的家人不同意 不愿见到自己的亲人 为此矛盾恶化 双方越走越远 这个19岁的女孩决定放弃学业 曾经刘诗奇有一个幸福的家 母亲是一个慈祥而热心的人 父亲每天工作起早贪黑 非常辛苦 一家人只要坐在一起 就会充满着欢声笑语 而如今这所有的美好 都被一年前的那场车祸给打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要撞他 因为这困难是家事 对 他们一家人都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可以想象得到 一年前的那场车祸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怎样的转变 可是如果是因为这样 而让一个19岁的女孩 放弃大学学业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妈妈这个情况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不要放弃 上学的机会 以后就是你放弃了 以后就没机会上学了 你还是要建制你 要以后的辛苦了是吧 上午妈妈的事情 大家来想一下办法了 在众人的劝说下 最终刘世奇暂时打消了辍学的念头 与此同时 曾玉莲也觉得 自己应该和妹夫 好好地谈一谈了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曾贵莲的丈夫 刘世奇的父亲刘春龙 刚一见面他就向我们表示 自己并不是不管妻子 只是现实情况让他很无奈 就是医院当开发票的就有百一百一十五万多 那如果算上没有开发票 没有开发票 差不多一百五十万了 这么多 因为那个 这个就是救服车啊 来的救服车啊 还有平常发贷 接了五十多万 还有我那个 我宣称有一道房子买掉了 刘春龙说 为了给妻子治病 该做的都做了 已经是亲其所有了 自己也要为两个孩子考虑 因为接下来的后续治疗费用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刘春龙目前在镇上 经营着一家小超市 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六千元 对于每个月两万元的治疗费用来说 根本就不够 还有两个孩子要负担 所以他才想要将妻子 从医院接回家中 如果接费来了 因为这个电视源 像我老婆开的了 我就可以边照顾我老婆 边在这家康家里 但是如果将曾贵莲 从医院接回家 那么对患者的安全来说 会存在较大的风险 这是曾宇连不愿接受的 可是刘春龙艺人又负担不起 那么如果双方能够一起承担 是否能打破这个僵局呢 如果要我一个月拿入两万多块钱 你要我卖学我也卖不出 如果打个比方 我去外面打工这样的话 我一个月再付一万块钱 一个月一万 你觉得可以接受吧 付一个月一万了 那我们还要一个人付你在那里 是吧 还要自己掏钱 对 现在就是还我还要出一万块钱 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说 大家都是有家庭的 刘春龙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 因为妻子出事后才辞职来打理妻子之前经营的小超市 同时方便照顾两个孩子 相比较而言 还是之前开货车的收入更多 但刘春龙表示 即便如此 自己每个月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万元 可是他的这个想法并不能让曾宇连满意 你起码抽到一万五 我们先拿五千块钱了 这个我拿不出 我的意思讲 你如果两三个月 我一万五可以拿出来 你打个比方要十个月 一两年 我真的拿不出 为了每个月出多少钱 曾玉莲和刘春龙争执不休 看得出来 目前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围绕着经济压力了 可是之前法院不是判了肇事者承担赔偿责任 并且要支付赔偿款是126万吗 为什么曾玉莲和刘春龙不去找之前的肇事者所要赔偿呢 一场车祸 双方的痛苦 突发的状况让她猝不及防 苦苦挣扎的他们又该如何走出困局 我就是不理解她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车祸之商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为了让外甥女能够安心去读书 也为了确保妹妹曾桂莲能够在医院里边得到稳定的治疗 曾玉莲找到了妹夫刘春龙 希望她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 可是刘春龙却表示自己不仅卖了房还借了高额的外债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实在不行就重操就业去开货车 但是每个月呢只能支付一万块 剩下的一万块呢需要增加人共同来承担 可惜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那么肇事者在哪 他又是否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呢 这里就是当初那名肇事者狼羽关的住处 离刘春龙所经营的小超市距离不到500米 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 对方现在并不在家 我真的是最大的那个范围 真的都给她了 我要是有钱 你看我现在每天不得那么辛苦 我知道他们也很快拿 我有钱 如果你自己躺着躺着 那就不知你 你怎么办 就是这样 将心比心说话 但是这些事情 我打给你 打给你婆婆 你也有心 你打电话给你 还口口 不是你在这 你这个脚片是什么东西的 他叫戴湘峰 是教使者狼羽关的妻子 他告诉我们 对于之前发生的那件事 表示很抱歉 自己和丈夫也都在 尽力去履行应尽的责任 戴湘峰告诉我们 自己和丈夫一直也在努力赚钱 而且他们的家 也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之前因为公共的病 戴湘峰说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 更是苦不堪言 如今她的丈夫狼羽关 为了多赚一些钱 去山里做苦活 自己在经营这家饭馆的同时 还要不停地四处做兼职赚钱 电子床里的那个加工线条的 是外包的 外包的 我们家里加工的 那你做一个人就多少钱 做一个人一毛钱 那一天的都多少钱 一天应该 应该都二三十块钱 结果做起来很费时间 就等于现在 各种同学都去 企图赚钱 对 对于刘春龙一家的痛苦 戴湘峰表示理解 不过他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对方这么早就来要钱 按照协议 下一次支付赔偿 应该是三个月后 经过法院条件 然后得到他们对方的了解 然后就发生协议了 之前出25万 还有今年在12月15号之前 再拿个5万 这样子 还有三十万 就是分就严 每年拿5万块钱 每年什么都给你呢 12月15 原来赵氏者郎与关 曾与刘春龙签署了一份协议 将原先判决的126万赔偿款 改成了60万 除去之前支付的 剩下的钱分批支付 每年支付5万 并在每年的12月15日进行支付 对于这份协议 曾于莲显得十分惊讶 他当时就是我妹夫签的时候 他没有跟我说 我就是不理解他做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说 我是搞不懂的 确实赔偿款一下减少了将近一半 是很让人费紧的 那么刘春龙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对他的那个经济来源 经济收入也了解 他的那个家庭收益情况 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 就这样子 如果再赔多的话 他就赔不起 他只能 他说他只能选择去坐牢 坐牢对我来说 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是不是 关键名打个比方 他就坐牢 坐牢坐完了出来了 叫他赔钱就更加难 刘春龙表示 自己也是非常无奈 才签下了那份协议 对于他当初的选择 我们很难去评判 事到如今 双方也只有按照当初协议的内容 去履行好各自的职责 一场车祸 给事件中的多个家庭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 一个本就困难重重的家庭 雪上加霜 对于刘士奇来说 治疗母亲固然重要 但也不要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学业 毕竟你智能的肩膀 还无法承担太多 对于刘春龙来说 经济上的压力 确实压得他难以喘息 但是作为曾贵连的丈夫 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 对于肇事者朗语冠来说 他的一个疏忽 给两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希望曾玉玲能够早日和刘春龙协商好 共同努力期待奇迹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引以为戒 安全无小事 好的 今天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喜欢旅游的朋友 欢迎报名参加我们的都市放心游 另外我们的节目 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节目在这和您说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